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就在9月3号 中国的福建号再次出航 这是一个多月休长之后 福建号 9月3号是胜利日 抗日战争胜利日 这个挺有意思 明确是有纪念意的一天 上海海事局发布了 长江口管制通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3号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 也是中国的首艘电子弹射航母 福建号进行第四次海事 这个海事应该福建号 可能会展示电子弹射舰载机 这个项目了 上海海事局公告通知之前 辽宁海事局也发布一个公告 说提前在黄海北部渤海 海峡划一个接航局 明确要进行军事行动 现在不能确定 这个禁航区是不是福建舰这次 要进行海事的位置 但是外界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个是不是 主要原因就是 辽宁海事局明确的禁航时间 是从9月1号下午到8号的下午 它是3号才出港 这个之前是干什么 福建号的具体出港时间和辽宁的 公布的建航区的时间有差异 福建号可能要到5号 它3号出港 然后5号才有可能抵达相关活动区 它是8号下午解除的 考虑到海军舰船的海事本身要受天气影响 所以辽宁海事局可能在军工 海军确定大体的海事时间以后 可能提前划了一个僵局 就是它5号到 那我在1号就时间提前了 提前4、5天就把这个区域已经进行了 如果测试的时间不够的话 可能会继续延长 8号以后还会继续延长 但也不排除咱们猜测 辽宁舰现在据我了解 辽宁舰已经是准备重新加入战斗了 不排除这个期间 就辽宁舰在这个区域进行试航 黄海、渤海海域距离中国海军的舰载基地非常近 这个本身就是中国海军航母的主要的海事区域 其实前两次海事当中 福建舰曾经在这个区域进行过演练 海军军工部门 其实多次选择渤海、黄海海域实验 就是因为这个区域相对来说 尤其是渤海相对封闭 最近这一次海事当中的舰载基起降系统 有可能就是这次测试的重点 就是这个 歼35吧 歼15T 空警600 歼轿10 无人机会不会上呢 福建号第三次海事期间 开源平台就说有飞机 从这个舰尾接近福建号 一次就是进行了舰载基 逐舰复飞进行测试 后来呢 主要是让飞行员提前熟悉甲板的这个情况 后来没有消息了 现在在福建号结束第三次海事回港之后 他就大方的把这个空警600舰载基 放在了福建舰的脚板上 一放就俩 最新的照片显示说福建号的档燕板已经立起了 对吧 档燕板立起 他前面是有三个档燕板全立起来 那前面是有这个舰载基的 那就你说这个舰载基是弹射的还是模型呢 我觉得是弹射的 一定是弹射的 模型他没必要这么干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 福建舰这次选择的海事方 咱们猜测一下 可能一个就是短期快速完成测试 在海上航行状态下 要进行各类舰载机的甲板的调度演练 然后同时在海上进行配重测试 比如这个红色小车 橘色小车弹射 对吧 收集相关电子残射器数据 然后立刻回来 8号嘛 三天 就是弹小车 就是真正弹可能是第五次 对吧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包括测试所谓的起降系统 也是在第五次 这次就是谈那个熊色小车 在海上直接试一遍 还有一种方案 咱们猜测就是类似于 第三次海事一样 就是干一个月 超长 进行海上的直接弹射测试 然后呢 前期的测试应该是没问题的情况下 那这次就直接让歼15重型舰带机 着剑起降 我个人更觉得是第二种方案 因为咱们这个十五代 美军现在围中国的速度 你看南海和日本 这二位现在都开封了 我们海巡必须加紧 所以我觉得第二种 一个月给它搞定 在五月七月密集 三次海事的浮信号 在八月一个月都没出海 看到了 一个月没出海 你说它能在 这次就是一个短期的吗 我不相信 它可能一个月没出海 就是为了 为了更 我觉得下次更艰巨人物 就是电子弹射舰带机 可能就是为更加全面进行 舰带机起降做准备 所以 绝不排除就是 这要进行长期测试 而且是直接上舰带机的 就无论是这个 是这次弹射舰带机 还是下次弹射舰带机 那基本上福建号海事进度 已经创纪录了 是创了中国海军航母的海事记录了 山东舰在第五次海事的时候 才进行了首次的拙舰复飞 原本应该是在海事结束 正式入列 然后呢 才会进行海上编队演练 那我们这次海军已经改成 就是在你 对吧 咱们福建号在海事当中 就直接穿插 给你来这个坑了 进行这个编队训练了 所以你可以想上级的这个任务 多么急 中国海军通过这种加快的方式 快速的让福建号海事提高速度 可能就是因为福建号上的应用 很多新技术 包括很多设备 都要从头侧 那从头侧的话 很多设备 按照以前思路海事排的话 那这个福建号整个海时间 可能是超长 整个航空战斗群的战斗形成 要延后 看来中央意思就是不能延后 你认为这个福建号 它的战斗力应该是怎么形成 作为中国第一款使用 电磁弹射起降航 美国人也有 但是美国人现在都没有形成战斗力 福建舰未来可能要搭载隐身战斗机 包括固定预警机 殲35和空气600是绝对主力 这两款飞机要进行海上的电磁弹射测试 你只有把这两款飞机 塌了以后定了形 对吧 才有可能形成战斗力 你光有航母形成不了战斗力 是要飞机的 还好是我们飞机等航母 不是航母等飞机 没有裸奔这个可能性 所以在这几次测试中 势必要在福建号上要进行起降的 所以殲35一定起降 空气600一定起降 如果在这一次第四次 或者下一次第五次海事当中 进行弹射 我之前做过一期 就判断应该是尖弹尖15T 因为它是个成熟的机型 所以完成福建号弹射 阻拦设备测试之后 尖15T弹完以后 才有可能测空气600和尖35 中国军工部门有海军 可能早就安排好了 你只要弹了尖15T 那接下来这个新型的战机 是吧 就可以安安全全 稳稳当当 至少说明你弹射器没问题 这个逻辑简单吧 你弹了这个尖35 先拿尖35弹 到底是尖35的问题 还是你弹射器的问题 你只有弹了一个性能稳定的尖15T 你才能知道 到底是弹射器出了问题 还是 假如出问题 是弹射器出了问题 还是你弹射器出了问题 这些了吧 所以现在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谈一个可靠的 能确定电源残射器本定 那就是争取在服役的时候 就直接上装备 反而来说中国海军军工部门 以较快速度推进福建号海事基础的工作完成之后 这个恰恰也就是福建号前级海事工作顺利进行 包括让中国海军各部门有更强信息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现在一切顺利 我们的质量过关 但是不管是你多大信息 你都得去谈一下 中国海军各军工部门 绝不为了单纯保速度 就是忽视准确性 福建号的整体测试 是稳中求进 就是一定要求稳 所以福建号海事进度越快 就说明我们对航母的建造水平高超 越说明这个水平高超 中国军工部门整体实力越强 在这种稳中求进情况下 它速度还这么快 那说明我们的质量杠杠的 我们要承认福建号正式服役以后 中国海军航母数量仍旧是和美军有差距 我们说了这个期间就用076 一定要填补空白 当然我们这个海事是在填补中国海军的历史空白 所以一定要做好 舰带机数量更多 下一代体型更大 对吧 动力更强 那下一代海军 就是说我们下一艘航母的这个海事时间 能不能缩短 还是看现在的福建号 今天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 好 你